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所以包括你刚才说回到 在内安法令扣理之下的时候 一直觉得很困难 但是也没有想要放弃 可是身边的朋友会跟你说 放弃吗 有 当然有的 尤其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甚至参与 参与政 也有一些人觉得是不应该 是很愚蠢的行动 为什么要放弃一个职业 我当时是个记者 要做一个导致 放弃建一个政治圈里面 整个将来 特别是反对党 反对党的这个阵营 完全没有将来可想象的 而且做了几届的国会员 有人觉得已经到了高峰了 不可能会比这个更加高峰了 应该转移 应该转移 管道 去赚钱 去做生意 但是我从来没有被这些引诱 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子说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动摇吗 尤其是家人 你可能希望说你可以多多 家人是很支持的 支持我的整个政治的工作 当然的有一些亲戚 有些朋友都觉得有可能改变整个管道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的影响 包括后来95、99 那时候输得很惨 丹荣三亿输得很惨 99年你连国会议员都没有来 当然这九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日子 因为第一次被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 但是觉得更加需要更加努力 所以能够使用了解到 为什么我们的重要性 为什么我们的音讯要达到的 是他们的了解 当时很多人就以为说看到林吉祥 好像还有落泪 很多人以为说你会就此离开 可惜没有 不是可惜没有 还好没有 所以99年输得一败土地的时候 你第一次做的事情是什么 思考这样子为什么会输 而从开始再来一次 当时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原因 当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跟回家党合作 基本上他们就很容易的使 特别是华裔的选民害怕 月亮 月亮 跟回家党合作 回家国 没有猪肉吃 没有发酵度 没有神庙拜 所以其实在短时间 他们这种的双团 特别是地对党的双团 马华革命证 很有效 但是没有 没有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 来解析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确定 要能够有一个更强的反对党的阵营 但是要有一个共识 关于马来西亚是一个世俗国 整个目标 要能够得到人民的公民的支持 需要一段时间的解析 跟开解 政治上是没有得后悔 那时候应该没有办法 早知道不要跟行动党合作 跟伊斯兰党合作 是没有办法走回头路 所以后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后来到了2008年 你们可以重新跟伊斯兰党合作 是能够摆脱99年 那个惨败的阴影 再一次跟伊斯兰党合作 也不容易了 怎么样面对 最重要是我们要认清目标方向 我们合作不需要建立回教国 要准许回教国被成立 而是因为 假使在任何一个阶段 假使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 这个国家改朝换代 不是既能够 做成回教国的这个视线 这个是我们要准备接受 要准备通过的 那中文字幕也订阅 击辑 您的字幕也订阅 lok字幕也订阅 你不坚的